有观众没有注意到 詹森林大法官 他所问的问题 那这个是非常能够描懂的 非常的好 詹森林大法官就在讲 根据宪法诉讼法 宪法法庭嘛 所以要打宪法官司 宪法诉讼法 那究竟应该要是用哪一个条文 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今天说 你们要来试宪啊 要打这个宪法 官司 可是你现在是涉及 愿记之间的 权力的这样的一个 冲突 那依法规定 就是宪法诉讼法的规定 65条的规定 你要先协商啊 那请你解释 为什么你觉得不经协商 就要直接来提 这个诉讼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 福底抽薪的方法 就是宪法法庭不接求 把这个求呢 直接丢回去给什么 给这些申请的机关 在这一届他们也不处理 因为法条规定很清楚 没有办法受理 你没有走完应走的程序 宪法法庭是最后一关 你必须要穷尽一切的方法 而得不到救济 然后要证明你的权力受到侵害 所以要提起宪法诉讼要经过 过五官斩六将啊 你要达到最高法院 你要达到最高行政法院的案子 然后要证明呢 你要试明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权力 受到了伤害 然后这个试射法条的问题 是不是有违宪的问题 保障人民的权利 他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他当然没有办法处理很多案子嘛 他前面做了 放了很多过滤网 你要抵达宪法法院的门口 敲开那道大门 有一定的程序 那这么明白的 宪政机关的权力的争议 必须要先协商 你们彼此之间先去解决 机关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不走这个程序 你直接提示线 你可能有问题哦 所以其他大法官所提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总结在 詹森林大法官的手上 如果用程序来处理 这是很多法官喜欢用程序 来处理案件的原因 就我们先走完程序 我们再来看失职 不要一下子就急着要去跳进失职 可是现在言辞辩论题已经准备了 就是8月几号 8月7号就要开延迟辩论题了 所以已经接案了 那詹森林大法官仍然在这个程序里面 去问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蛮值得 蛮值得注重的 因为即使你后来开延迟辩论题 我也可能用程序的问题把你拨掉 所以恐怕有一些部分的案件 是涉及宪政争议的大法官可以直接把它拨掉 就是说涉及宪政争议的部分很清楚 你必须要先协商 你们回去协商 那如果是涉及法律立法者 在立法的时候 他定的法律可能有涉及侵害人民的权利 然后缺乏救济的管道 那就直接由宪法法庭来判决 到底有没有违宪 违宪的条文无效 就这样 那可是我们看立法院职员刑事法 其实他都有救济的方法 他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最高处20万以下的罚还 而且还不是罚金 所以他可以走行政救济的管道 并不是没有救济的方法 也没有什么急迫性 不能用想象的 就是可能有什么 可能有什么 来要求要实现 这个法律基本上 还没开始上路 虽然已经上路 但是他事实上还没有开始使用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为藐视国会被怎么样了 那他的急迫性到底在哪里 所以行政院这边讲 那现在对于官员 如果他被罚钱 就虽然可以救济 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吓 甚至对他的民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的行政院 其实整天都在罚人民的钱 难道没有对我们的人 名誉有很大的伤害吗 外交部啊 撤销彭文正教授的护照 难道没有对他的名誉有很大的伤害吗 所以这些都有急迫性 都应该要定暂时状态 或者要判他违宣 没有那么容易吗 没什么事 特别有什么事